2011年在中国25817例CRDM患者中进行的一项,显示80%的二性糖尿病患者合并,有心脑血管高危风险,1053831位成人的前瞻性对立研究,其中糖尿病患者52,655例。 随道,26年,糖尿病死亡人数达38559例,死亡人因调查结果显示,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,占糖尿病却依死亡的50.45%,是糖尿病患者首要的死亡原因。 那么,糖尿病性心脏病,又有哪些蛛丝蜡剂呢? 一,由我道理,鸭叉咒变,许多糖尿病人起床后,常常感觉一阵头晕,烟花,心慌,出汗,眼前发黑,严重者甚至出现关节,侧血压时发现,患者有味道站立时,收索鸭下降,大于20毫米控柱,不输张鸭下降,大于10毫米控柱,这种情况,临床双之满体位性低血压,糖尿病人由于长期高血糖, 只支配血管的植物神经,特别是胶感神经发生病变,致使血管不能及时收索,从而导致瘤性血压下降,体位性低血压是糖尿病性心脏病的特定之一。 二,静息不懂,心跳胀快,正常人在运动时心率增快,休息时心率减慢,有些糖尿病人静息状态下心率也快,每分钟心率都在90次以上, 同时伴有心悸、心慌、休闷、头热等症状,这是由于长期糖毒性导致走神经功能受损的缘故, 不分糖尿病人表现来固定心率,集心率不随着活动或休息而增快或减慢, 这是由于患者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同时受离,心脏完全失去了植物神经支配的缘故,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检测心率解决。 三,发生心梗,确无胸痛,普通关心病患者,在心肌缺血缺氧时, 组织会产生大量的乳酸,刺激心脏的感觉神经,产生疼痛及心脚痛。 但烫尿病患者即便心脏发生了严重的缺血、缺氧,也往往没有心脚痛症状, 甚至出现急性心肌梗塞的危险情况时,仍毫无知觉, 这种无痛心心肌梗塞及一位路者或误诊,是导致糖尿病人猝死的重要原因。 这是因为糖尿病患者的感觉神经,普遍迟断反制功能丧失, 使得疼痛症状变得轻微和不典型。 因此,糖尿病患者即使无心血管病相应症状, 也需要定期做心血管相关检查,熟新电图,以便及早发现,早期干预,年纪轻轻, 也患性病,糖尿病人心血管病的发生率,不仅比非糖尿病人高而到四倍, 而且其发病年龄,也比非糖尿病人七千五的十年。 许多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,年纪轻轻就患上了高血压、患性病,甚至急性心梗。 这是由于糖尿病人,往往是极多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于一身, 因而心血管疾病的病患风险增加,年龄提前,而且病情更加严重, 除了要合理控糖之外,还要全面控制各种心血管危险因素, 包括降压、调制、减肥、戒烟等等。 对于合并关心病的糖尿病患者,血糖控制标准比普通糖尿病患者要略微宽松, 空腹血糖不超过7.0毫无二每升, 残酷血糖在8-10毫无二每升, 糖化血红在白H4EC在7.5%-8.0%即可, 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低血糖, 后者对心血管的危害,甚至比较血糖害怕, 在降糖尿病的选择上, 糖尿病性心脏病患者, 应尽量选择可以降低体重, 并对心血管有确限保护作用的降糖尿, 如二甲双花,SGLT21G, LF糖嘎梅义治疾等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